师父请你帮一个2002年的一个女孩子,属蛇的女孩子看一下 2002年属蛇的 2002年属蛇的 2002年属蛇 好啊,你说吧,想看哪里 就是,这个孩子是有自闭症和艰险 你不要讲了,我看一下啊 哎呀,我昨天,今天凌晨做梦,我捡到一个手机 真的打通师父叫化了 我告诉你啊,他还会抽筋啊 是的 抽筋很厉害啊 是 我告诉你,那个灵性老在他身上不走啊 这很大的问题啊 师父,这个孩子今年4月份,你帮他看过图腾 当时你说他恢复生产,指日可待 但是呢,我们听了你这个话很受鼓舞,我们也,我跟他爸爸一起同修的 就是我们以后就更加精进,我们没有以为这个话就是不努力了 更加比以前还努力一点 但是,当时就是问你,就是他老是隔几天就发作嘛 你说可能还是要吃点药 就是回来以后吃点药,我发现他行为多了 看见了吗? 就是破坏性很大 那这样吧 你那个,我说的很快就会好的话 你们要加紧努力念小房子 你现在告诉我 你现在我讲过很快要好的话,后来你们增加小房子的没有数量 我们就是一刻不停的,我跟他爸爸都在给他念 是吧 我现在已经给他送了有4500张了 我看看啊 哦,你们家族里边有问题了 哎呦 啊,过去,哎呦,他的祖上有打仗了 哎呦 是我这边还是他爸爸那边 是你这边的,祖上 有打仗了 这个我就不懂了 我就看到一个 还骑马打仗了,那是很早了 哎呦,这个业障怎么这么厉害 跟到现在 哎呦 是,师傅你说过他是那个天上的小龙伐下来的吗 是吧 这个孩子 这个女孩子 哎呦 你要叫他赶快了 继续念啊,继续念啊,而且要求那个观地菩萨 嗯 好吧,我叫你个敲门 嗯 多求观地菩萨 嗯 是不是我们家跟观地菩萨有缘,是不是啊 有的,有缘分的 我闷到过观地菩萨的 我告诉你 可能就是那个年代吧 打仗了 嗯 我只能讲到这里 有些东西可以讲,一些东西不要讲下去 你知道了 就是有沙叶,土上沙叶 是 我们自己也造了不少沙叶 嗯,好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就是说他 他就是从7月份开始 就是 倒退的很厉害 已经就是到完全倒退回去了 以前就是真的很好了 嗯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人家说好事不要讲 所以师父有时候 你看我一告告诉你之后 你虽然说你没有懈怠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心里一定懈怠 或者就是被那个鬼知道了 他觉得你快要还清了 他加紧给搞你 不让你能够脱离 哎呦,师父啊 他在家里搞破坏 什么东西都砸都搞坏 甚至把那个门 冰箱门衣柜门都搞烂掉 这个呢我后来就跟菩萨说 反正我说我受劝的 你搞就搞吧 但是他最近搞起佛台来了 我就天天又在求菩萨 搞一个人弄佛台 你的嘴巴不是太好啊 你现在 你现在好像度人的时候 嘴巴有饭口液啊 他找到你理由了 他找到你理由搞你的 嗯,那个灵性 哦 那我忏悔 我现在看到那个灵性 只有一个眼睛 还有一个眼睛 就是就是像虾掉一样 很很难看的 嗯,师父啊 他偷经发作的时候 他就是像虾子一样 眼睛这样一闭一闭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是的 就是这个灵性 嗯 现在知道了吧 嗯 我告诉你呢 你记住了 啊,这个灵性是非常容易找到你们的毛病 为什么呢 你如果正常的情况 因为你这种本身已经是通过菩萨在救援 等于等于像人家说在在在在搞特殊一样的 特殊待遇 嗯 如果你当中给他找到一点点他就不走 他马上在搞他 所以你如果在度人当中在帮助别人 或者你在讲当中或者你有埋怨 说哎呀,怎么还不好了 怎么还不好 你去讲好了 任何这些东西 只要被他听到抓到把柄了 他马上搞死你 过去像你这个情况已经有一个人了 他的爸爸念经念的 医生后来 本来生癌症了 医生后来都说他没事情了 啊,回去了 没什么事情了 很好了 嗯 他爸爸回去说 早知道这样 我也用不着当时怎么怎么怎么的 好了 照口验了 一个礼拜发高烧走人 好的 现在懂我意思了吗 听得懂 你自己好好地忏悔 你到底有没有口验 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自己哪个地方讲错话了 我这个跟他爸爸这个对菩萨 对您这个现论度是丝毫没有讲 不是现论度 你跟人家讲话 或者跟人家讲话当中 或者讲孩子的病情啊什么东西 他也 因为他整天在孩子边上 你发牢骚都不能发 我就讲给你听 师傅如果说 不是我跟他爸爸发牢骚 如果说是孩子的 外公外婆有牢骚的话 一样一样 只要你 那我知道 只要你在边上 不讲话 或者你觉得 硬沉了 好了 你这个业就造上去了 好的 我知道 我反正忏悔 你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知道 你造成了两个 你造成了两个老的发牢骚 你就犯罪了 你就有业障了 知道 好了 知道错了 师傅这个事我忏悔 就是我拜托您件事 就是你帮我跟林姓打个招呼 千万不能弄我们家佛台 不是灵性啊 我才不管他呢 我跟菩萨讲 你等等啊 啊 好了 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他了啊 我已经看到他的原型了 我不想讲给你听 我已经看见他原型了 因为菩萨不是他一请来 他的原型就出来了 师傅能不能看一下 他之前是造了什么业障 我们帮他念礼服的时候怎么忏悔 还是就直接帮他忏悔 他犯了业障 直接念 听得懂吗 直接念哦 好吧 师傅我有 有 就是这个孩子 我曾经有梦到两个梦 你帮我解一下 就是跟这个孩子的病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 睡觉的时候 孩子发金钱 我梦到你 你到我家里来了 坐在我女儿床边 然后你手上拿了一个 像手机又像那个计算器一样 黑色的东西一样一样 你说我帮你看看啊 他这个自言自语是什么问题啊 你做了以后你说哦 是叶问来了 就是那个叶 那个李小龙的师傅 然后那个山东的那个李伟红师兄跟在你的后面 他还进来补充一句 嗯 是神的血弄在山上也不太好的 我就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正还不懂啊 正还不懂啊 我告诉你了 犯 犯杀戒了 嗯 就是说 就是这个 曾经在 曾经在跟灵性打交道当中 使用过 不当的手段 嗯 就是比方说 有的人 嗯 家里知道有灵性了 啊 请了那种啊 过去说我们说那种啊 其他 教派的 那些 嗯 驱魔鬼 驱鬼 驱鬼神的那种 拿个宝剑来的 听得懂了吗 嗯 你啪一下子一弄 他可以把 他们的血都可以弄出来的 明白了吗 嗯 啊 就是 已经犯血债了 就是跟那些 地府的灵性结冤了 结大冤了 明白了吗 好了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次 吉隆坡法会前 我又梦到你来 就 你在开法会 嗯 然后你从 法会出来 后面跟了一大堆保镖 我在后面喊 叔父 我一边哭一边喊 救救我孩子 然后你突然停下来了 你就对我会的手说 我就 然后你就跟我说了一句 嗯 把孩子这个中药不要吃了 中药会在他山山沉浸下来 但是我孩子又不吃中药了 现在 那个呀 那个药就是的呀 哎 那个药就是的呀 吃孩子的那个药 癫痫的 嗯 听不懂啊 就是那个药啊 哦 就是这个药要慢慢还是要停掉 是吧 对啊 刺激他 我发现吃了药 吃了药就发了厉害了 对对对 哦 师父是不是是这样子的 他吃了药以后呢 也能控制一些发作 但是以前我感觉不吃药的时候 他发一次我感觉他人好一次 现在就是吃了药以后他就是 这个行为太多了 是不是灵性就是不让控制了他的发作 他就要再搞破派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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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哦 现在你去看他不会砸佛台的 现在师父刚刚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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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关心菩萨治过他了 所以不会再砸佛台了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的 你好好年轻啦 嘴巴不要乱讲啦 你的嘴巴口叶很重啊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我都知道 你过去犯过口叶 听不懂啊 整天讲那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的 哎 不是个好嘴巴 是 好好改毛病 哎 真的是 哦 知道 好了好了 好一听改